好了 鄉親的這個新聞一開始 來看這個境上是讓民眾看了是覺得很恐怖 因為原本很清白水高 鄉鄉這樣幾條高水紅旗旗 民眾煩惱 環境比污染 通報寬佈局 因此寬佈局也已經電池剛才 希望趕緊抓到這個頭白血水的不小壓制 原本正常的高水 一時下馬上比黏著紅色 還不斷流入海星球海培白水當中 馬上就流向瓦海 一時發生不明火水五點環境 全民看到紅色的水也感覺很恐怖 很害怕 問題就是 我都不知道哪裡來的 第一次 如果說頭白 晚上哪有可能 哪有可能 不知道 沒有啦 你又檢查的時候白不久啊 對啊對啊 我早上六點 七點 七點出 沒看到紅色的 官員完六千米那個報告現場 馬上通報寬佈局 但已經沒辦法造成水比黎紅的監控 非常疼心 你看這個資料我們看 整條片都紅旗旗 聽旗旗旗說這附近沒有什麼工場 但是沒有什麼工場 哪有那個黎色的黎料同樣 紅色的白來到這裡 可見就是藏有就好 大家就頭白啦 所以我們請我們的 寬佈局真要應用起來 我們不可以再跟我們來河川 五點像 你看紅藍墊子 大紅色水都有 這對我們的基民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請寬佈局 要稀炒好 看什麼人 業者是誰 始終是誰 什麼人 要把它揪出來 叫他們寬佈局 要做得好 不可以讓他們再污染我們這塊土地 中華恩海比 汇水有這麼多情形一再發生 市民性格的損失 頭一個受到影響 環境形態也嚴重破壞 若是沒有積極差到破壞 鄉手、原斑 類似有這麼多情形 也是會再發生 大中華新聞 東文青新港 蔡鳳報道